全球经济环境不明朗 贸工部长陈振生说 我国可以通过扩大自由贸易协定 促进市场多元化 也让本地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贸工部长陈振生在本台节目 《诗诚有约》的十分访谈单元中表示 除了扩大市场 贸工部也会同商团携手 帮助本地中小企业降低成本 他强调我国政府非常重视 同人民之间的沟通 避免因为沟通不良 造成负面反弹 陈振生也谈到 我国可以如何从香港最近局势的发展中借鉴 他说我们获得的启示包括 在政治上要与时俱进 达到上传下达 在政策上则是要把目光 社会精神方面也要求同存异 才能团结一致 社会都有它的矛盾 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团结一致 克服我们的矛盾 所以我们就说求同存异 才能让我们有更大的 更强的凝聚力 他说唯有这样才能让 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 得以在乱世和历史洪流中 有立足之地 一个个别的群体 他们都 他说他是一个个别的群体